好 现在我们要为您插播的最新的消息 就是前中检林薇薇被影射是媒介色情 昨天是六个小时的询问之后被警方赤回了 那她在今天早上到刚刚都没有现身 但是她现在说话了 她说她只是安排饭局而已 而且其他的都不干她的事 至于说警方宣称在她的家里面搜出了名册 林薇薇就表示说这都是她主动提供的 最新的情况连线给我们的记者黄树文 现在主播前中国小姐林薇薇呢 那么昨天在警方征讯六小时后 今天被试回了 那么今天她下午呢 起床后也被我们逮个正着 那么她现在呢也做出了最新回应 我们来看看稍早访问 林薇薇是我带他们来搜索 因为她本来是说有毒品嘛 就她还搜了半天五六个人来搜 搜一个多小时没有东西嘛 然后结果她就翻我的日记 一本一本翻嘛 就带两本我的日记本 日记本里面可能就是 有时候会写说比如说我今天吃饭多少钱 为我今天赚多少钱 那里面就当然会有些饭局的东西 可是那怎么能算什么名称 里面也没有写 人家厂商的电话 或是女孩子的电话 什么都没有写啊 对啊那你说我们 做酒店业基我们一定会算嘛 就是说比如说 因为有时候客人会设账嘛 比如说她今天 叫三个女生 然后吃饭可能五六万 或算外全十万 那有时候我帮她颠 那我不写的话说 我过一两个礼拜要跟你搜的话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搜钱 所以我们一定会写这个东西的啊 那你说饭局女孩子一般有的 她们有经纪人嘛 然后她可能 厂商可能也不是我的 那她可能有两个经纪人 那可能她们也要分钱 所以我一定要写得很清楚嘛 对啊 那我觉得排饭 所以如果那个林薇薇 她自己也说 她自己不认识这些政商富豪 中间的过程呢 都是她有招待小姐去吃饭 但是完全不认识这些中间 后面的背后富商人士 那么目前呢 她也说她自己 五月一号的时候 要参加研究所的面试考试 那么她希望这些事情 一切赶快落幕 一切赶快回归正常生活 那么今天下午呢 她等一下就会前往晴天空来拜拜 就是希望她五月的时候 研究所考试呢 能一切正常顺利 那么以上就是现场目前最新情况 把时间还给同类主播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个呢 这个林薇薇啊 她到底是正确的描述事实 还是轻描淡写 我们会继续的为您追踪 也谢谢我们的记者黄树文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